起火来烟火 在各校校长及来宾见证下 为第二届嘎胡拉斯山中音乐节祈福 因为高雄疫情变化 配合高雄市高中以下学校不跨校交流 仅维持尼布恩合唱团与四位歌手老师 该由线上直播方式演出 赶快召集我们这些高中毕业 然后甚至已经是出社会的学生 或者是已经是社会人士 然后过来就是协助这个音乐会的 那个歌曲的部分 因为今年因为临时疫情的关系 对我们本来是实际所学校参加 后面变成就只剩下我们 我们一个尼布恩的我们自己的团体 我们就是从高中毕业后 然后出去出社会又回来这样唱 就是难得一年回来一次 对就算是一个回娘家的概念 这次音乐节也邀请林生祥 桑布尔王洪恩及胡德夫现唱 与孩子们一同唱出美好的歌声 留存美好的回忆 来这边可以说是一个荣幸的 这些孩子们拿过世界 在南非拿过世界青少年 这个比赛的总冠军 然后我今天来是当一个歌手 还是跟孩子们有合作一两首歌 那由于我的作品 他们把它唱成布农化 我跟他们一起一起唱 今年因为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两天前 就是把原来要参加的 十所的学校的学生 包括高中国中国小 我们全部都取消了 但是为了要让这个音乐不间断 所以我们持续把这个音乐 用线上的方式来直播给 我们全台湾喜欢我们山上孩子的朋友 主办单位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取消办理实体Gahulas音乐会 特别以现场直播方式 共有上千人观看 也将山中美好的歌 传达第一线防疫人员加油打气 原汁新闻Dakiu高雄桃园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